嗨,大家好,我是左安老师 我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创作者 同时也在做艺术疗愈创作的教学分享 很开心这些日子以来 大家对左安爱画画这样的一个频道的支持跟鼓励 前一阵子我只有做一个频道的回馈活动 就是我会选几张我自己的创作 用抽画的方式送给粉丝朋友们 因为绘画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兴趣跟爱好 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维生的方式 我觉得艺术创作有个独特的魅力 就是艺术当中疗愈的力量 当你自己去创作也好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欣赏者的时候 它都能够带来一个从灵魂体而出的共鸣与力量 所以一幅画作对我来说 不只是一个美的表达 或者是一个绘画技巧的呈现 它更是可以完整的呈现你内心的风景与力量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有抽出七张画作 今天我会挑选几张画作 来特别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画这一张画作的时候里面的含义 第一张 这张作品的名字叫做在信心中前行 其实我很少在创作的时候使用到黑色 但是其实黑色是在退化里面 它是一个不可取代不可或缺的颜色 当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的心情蛮特别的 其实在画它的时候我感受到很多的心情 还有特别是当我画这些风浪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一个与风浪抗衡的力道 还有对天地的敬畏 还有一种不服输的较劲的感觉 我这张画作上面没有特别画人物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困境在风浪当中 你所待的难度时间跟你的内在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没有再画人物上去 那但是我们会透过看着这一张作品的时候 可能是你将你自己投射到这一个环境的里面 可以去问问自己的心情是什么 那当我画它的时候 其实是虽然风浪很大 但是仍然有一股信心跟勇气的力量在与环境搏斗 而且我也要祝福 不论是收到这张画作的朋友 或者是你正在这个处境当中的朋友们 我要祝福你在你的风浪的当中 从上帝为你安排好队友 让你们一起可以并肩同行 去胜过现在的环境 并且在风暴的环境当中 衍生出独特的智慧跟力量 第二张我想分享的是这个 我非常喜欢 这张画作的含义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都有一座森林 里面有可爱的、凶猛的 有高不可攀的风 也有宁静温和的湖 是不是有荣幸 但是你要能够拥有一个 心里面平静 又喜乐又放松的世界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 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好闺蜜 他们就是我这一份的粉红色森林 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彼此聊天 分享着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不管我们所聊的事情 有没有办法被解决 但是我们的心里已经得到了 很大的满足跟安慰 所以其实这张画作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闺蜜之画 我也要祝福 收到这张画作的朋友 你的人生当中 有这样子的知己 密有好闺蜜 另外还有五张 会送出去这一次的作品 它每一张的含义 我都有放在 左岸爱画画的脸书的粉丝页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进去看 然后另外有参与我们这次抽画的朋友 我们这次的抽奖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也是一样的公布在 左岸爱画画的脸书粉丝页的里面 所以想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中奖的人 欢迎也进去粉丝页的资讯的里面来确认 然后并且记得 如果是已经抽中奖的幸运朋友 记得请私讯给左岸老师 方便我留下怎么样把画作寄送到你手上的方式 好吗 我们之后也会在不定期的举办 像这样子的抽画祝福的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 喜欢我画作的朋友 也欢迎你到脸书我的粉丝页 左岸爱画画的里面 关注相关的活动哦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